比利斯和英格兰他们已经提前出现了 看点就在于是谁能拿到小组盟组 今天我要讲的是G组和H组 最后一轮的四场比赛 首先我要讲的是在10点上演的H组的比赛 目前在H组除了已经提前出局的波兰之外 其他三队都还有出现的希望 首先形势最好的就是日本 他们只要在最后一场对波兰 他们只要保持不败就确定可以出现 至于赛内加尔对哥伦比亚则是一场深思战 赛内加尔的情况可能会比较好 他们也是只要打拼就能出现 哥伦比亚则必须争取胜利 如果打拼的话则要寄望另一边的日本输球 他们才有希望 首先在日本对波兰 我个人是更看好日本的 他们在前两场的小组赛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就算在特地强大的哥伦比亚 他们还是可以在多打一段情况下 2比1立刻这个哥伦比亚 以及在对于赛内加尔的时候 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板平 这两场比赛都可以看到 日本他们在被对手弊平 已在落后的情况下 他们都非常地冷静很有耐性 所以说他们表现是非常地沉闷 至于波兰他们表现是非常让人失望的 他们是本届首支被淘汰出去的球队 所以以他们目前的这个地弥的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他们很难让人记忆厚望 所以这场呢我个人是更看好日本 可以把握住他们的出现机会呢 个人预测比分应该是1比1 至于在另外一场赛内加尔对这个哥伦比亚呢 个人是更看好哥伦比亚的 虽然说赛内加尔的那出现形式 跟日本一样是比较好 他们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现 但是呢他们在此前两场那个小组赛的表现呢 也不能说是太好 因为他们对这个波兰呢 主要也是有存在的运气成分 所以我认为他们本场面对到这个 来势汹汹的哥伦比亚呢 就很难会全身而退啦 因为哥伦比亚呢他们在前两轮呢 包括在是在少打一轮情况下呢 一度弊平这个日本 所以他们这个在逆境下 展现出的那个强悍的斗志 还有他们那个士气 我觉得这场他们应该是可以赢啦 个人预测比分是2比1 另一边呢则是在凌晨2点上演的G组 目前G组呢那个形势大局一定的 就是比利时和这个英格兰呢 他们已经提前出现了 所以看点就在于是谁是以 能拿到那个小组盟主 在那个英格兰对比利时这场呢 我个人是认为出现握手言和 打拼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啦 虽然外界也是认为这个 因为两队可能要避开这个 上班区这个强队云集的那个情况 但是我认为两队还是不会刻意追求一场平局啦 因为他们还是会派上一些正选去找那些感觉 延续他们此前两轮的那个良好的情况 好像就是双方的两队头号社交 就是那个Herry Kane跟那个Lukaku 他们目前都是在那个社交榜上赢先嘛 所以他们还是会继续上场找那个状态啦 只是讲他们会在手法上进行一些轮换 所以应该这场呢 谁要赢的那个欲望可能就不很高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会出现一场平局的 所以如果这场还是打拼的话呢 就将会以那个公平竞赛原则来决定啦 所以目前是英格兰是比那个比利时少一张黄卡 如果这场就算打拼的话 谁要会拿小组盟数呢 就要看他们到时的那个那个表现 至于另外一场 则是那个土尼西亚对巴拉玛的比赛呢 这场呢只是一场 例行公司 因为双方都已经提前出局了 所以在这个最后一场呢 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 争取打好最后一场比赛向球迷交代 以实力来说呢 我认为土尼西亚在实力和经验上呢 会比这个巴拉玛更好一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土尼西亚应该能以二比一取胜 歌门聊是非 由温打咖啡为您呈现 唱饮温打咖啡 让您全天候冲进十足